直播是未來 AI 產業是未來 不動產已經過去了 依據這個世界的三元九運 過去的20年是不動產 今年到今年為止開始是 火 叫做離火運 之前是地 之前是這不是地啊 那個叫做土 土運就是不動產 再往前叫做金運叫做 金融 還記得國泰芯一千九百七十五塊嗎 你買在一千九百七十五塊的 請問你現在還在嗎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是不是有可能不動產 你現在買在一瓶 五十萬六十萬的人 未來會還在嗎 可能會可能不會 我不知道不動產接下來會怎麼走 我不知道啊 我們只能去猜測 未來可能 不動產可能高點已到 非常有可能 三元九運 是什麼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未來的科技是火運 跟網路跟未來科技跟醫療之類有關的 就是跟不動產沒關聯 但是不動產如果跟火 扯上邊 我